大家好,我是马克 今天这期厉害的 是一部欧洲文艺古典风的影片 巴黎灵灯 同时也是一部婚前教育片 看完你就明白了 巴黎的父亲去街上买马的时候 和别人发生口角 两个人采取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 于是巴黎就和母亲相依为命了 母亲没有再改嫁 即便是单身时追求过她的男人再次求婚 她也完全拒绝 守着丈夫的回忆和儿子继续生活 巴黎爱上了表妹 这是巴黎的初恋 对任何人来讲 初恋都会改变一个人 表妹是个外向的女孩 愚钝的巴黎被她打开年轻的心 步入春天享受三月的春风 普法战中愈发紧张 英国深感威胁 因为法国企图入侵 贵族和平民组成军队抵抗入侵 布莱迪镇派出一个连的兵力 指挥官是约翰·奎恩上尉 和巴黎相比 约翰·奎恩才算真正的男人 成熟男性的魅力 无比吸引着她 短短时间 表妹就和约翰·奎恩确定了关系 巴黎愤愤不已 表妹就这么重大光明 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踢了 表妹和约翰·奎恩在一起 对表妹一家是一件好事 每年可以得到一大笔钱 而且奎恩有官职在身 这对巴黎的表哥、表弟都是好事 只有对巴黎来说是坏事 吃饭的时间 巴黎的舅舅宣布了这个消息 表妹要做奎恩太太的 巴黎不能接受 用酒杯砸了奎恩 被告诉奎恩 我要和你决斗 随便什么时间 我都随时奉陪 奎恩并不想决斗 他让人私下告诉巴黎 只要给自己道歉 自己可以给他一笔钱 抵开这里 到都伯林 巴黎拒绝了 他这个年纪 愣头小青年 爱情就是一切 没办法只能决斗了 表弟给巴黎的手枪做了手脚 里面撞的是空包弹 决斗的结果有两个 巴黎中枪身亡 大家继续开心生活 或者奎恩中枪假装身亡 让巴黎开始逃亡 永远离开这里 结果是奎恩中枪 巴黎拿着母亲的所有积蓄 开始了逃亡生活 半路还被劫匪抢了所有的钱 和父亲留下的枪和配件 徒步走到另一个镇上 遇到部队中的木兵 给钱 给军装 给武器 参军是巴黎最好的选择 在军队 巴黎还意外遇见了 当时和奎恩一起 在镇上的军官 军官告诉了巴黎真相 他们现在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你只是个情小子 不能让你 坏了大家的生活 你应该理解他们 勇敢的英格兰军队 不肯用枪 真的猛事 就要用刀战斗 军官中枪身亡 如此的战争 让巴黎想要逃离战场 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 痛巧某天去河边打水 碰见两个军官机友 在这里相会 巴黎偷走了军官的军装 和身份证明 现在巴黎准备到荷兰去 荷兰是当时欧洲 唯一的中立国 到了荷兰之后 再从荷兰想办法回家 路上饥寒交迫 在一户普鲁士人家 住了几天 女人的丈夫在战场 已经很久很久没回来 和周围的村庄一样 巴黎也并非女人的第一位访客 在此出发之后 巴黎不幸地遇上一位 眼光毒辣的普鲁士军官 识破了巴黎的谎言 巴黎不得不加入普鲁士军队 再次上了战场 这些普鲁士士兵 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外国 通过骗 或者直接抓来 加入战争 一场战斗中 巴黎救了一位军官 得到了上级的嘉奖 奖品是两枚金币 战争结束后 巴黎所在的部队 驻守在首都 被巴黎救了的军官 非常欣赏巴黎 决定要巴黎去执行一项任务 关于一个间谍 任务成功后 巴黎会直接进入警察部门工作 有军官的帮助 巴黎的前途会一片光明 间谍是个爱尔兰人 巴黎也是 爱尔兰 英格兰 苏格兰 同属英国 是英国的一部分 因为英国实际上是由岛组成 所以这些名字 也都是什么什么岛 这个蓝那个蓝 在柏林 有个人为奥地利女王服务 叫巴黎巴黎 是个职业读徒 喜欢美食和美女 为美食和美女不可辜负吗 他说德语和法语 但是现在 怀疑他其实是爱尔兰人 来这里当间谍 巴黎的母语就是英文 让巴黎去查处 这个人是不是间谍 是最好的选择 中国人说在人生四大喜 九汉冯甘露 他乡于古之 洞房发烛夜 金榜提名时 那巴黎巴黎开口说话 巴黎的情绪就抑制不住 相依难改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再次遇上故乡的人 心情可想而知 巴黎把真相河盘拖出 巴黎巴黎深受感动 巴黎巴黎也是流亡人士 听到熟悉口音 遇到同胞 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祖国 巴黎会定期回去汇报 只不过内容 都是和巴黎巴黎商量好的 情报很详细 但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巴黎在巴黎巴黎身边 除了继续扮演好侍从的角色 巴黎还是巴黎巴黎的第三只眼 巴黎给客人倒酒的时候 会快速精准地看对方的盘 以擦桌子 询问红酒 还是纪尾酒 或者挪桌子 为信号 给巴黎巴黎提供帮助 亲王输的有点多 虽然不知道巴黎巴黎是如何出老钱 但是绝对作弊 亲王拒绝付钱 如果你想要拿回钱 这里决斗 巴黎巴黎和巴黎商量好 回去汇报 就说巴黎巴黎要求决斗 但是政府不可能让巴黎巴黎见亲王 那么就只好把巴黎巴黎驱逐出境 巴黎巴黎第一天晚上就偷偷出境 等到第二天 政府派人来的时候 是巴黎装扮成巴黎巴黎 没有任何证件 就这样被送到边境界 巴黎越过边境界 进入萨克森 重获自由 巴黎跟着巴黎巴黎开始赌徒生涯 受到了欧洲皇室的热烈欢迎 巴黎也下定决心 要过上流社会的生活 五年的军旅生涯 南北闯荡的阅历 让巴黎一开始对爱的浪漫憧憬 彻底幻灭 巴黎心里非常清楚 在自己之前的许多男人 为了金钱和地位 给女人结婚 这种事情太常见了 直到看到她 林东伯爵夫人 英格兰的布林顿子爵夫人 爱尔兰的林东堡男爵夫人 一位富裕美丽的女人 她嫁给查尔斯林东爵爷 常年受痛风和许多疾病所苦 行动不便 必须坐着轮椅 牧师兰特 是儿子布林顿子爵的家教 巴黎顺利盼上了林东伯爵夫人 狼有情 妾有义 一切都在顺利进展 一年后 巴黎终于和林东伯爵夫人 重视不如婚姻殿堂 兰特牧师祖婚 巴黎依靠自己的农历 昏如上流社会 得到国王的批准 巴黎改姓太太的姓 现在叫巴黎林登 很快的 夫人只能在巴黎的生活中 占有很小一块地方 成为了巴黎的背景 布林顿不喜欢巴黎 小布林顿清楚地知道 巴黎只是贪图名利的投机分子 两个人有了孩子 一个儿子 曲名 布莱恩林等 巴黎在花花世界中游离 而夫人是个喜欢安静 或者说巴黎希望她如此 过着平静的生活 照顾孩子 教育孩子 放弃花花世界 巴黎越来越明目张胆 夫人变得一天比一天忧郁 现在还加上了嫉妒 连庸人都是她的情敌 这一切都被小布林顿看在眼里 布林顿从心里讨厌巴黎 当众给巴黎难看 说巴黎不是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父亲是查尔斯·林东 被巴黎教训了一顿 巴黎知道 小布林顿从一开始 就向自己宣战 巴黎可能不是一个好士兵 不是一个好儿子 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一定是个好父亲 对布莱恩无微不至的关爱 睡前温柔地讲故事 母亲告诉自己 我以你为傲 但是你的一切 都建立在林顿夫人之上 如果有一天夫人不在了 布林顿会继承一切 你将一无所有 你必须取得头衔 去跟大人物做朋友 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做 只要肯花钱 找准时机 找对门路 没有做不到的事 巴黎找到了地位卓越的伯爵 欧洲爵位的顺序是 公和伯子男 伯爵已经是相当高的级别 巴黎为了目标 花钱在很多地方打点 以十倍价格买下土地 天价买下画作和艺术品 花钱宴请 能帮助自己成为贵族的朋友们 为了取得头衔 林登堡的财务状况 开始陷入危机 某天的一场 满是贵族在场的音乐会上 布林顿 把巴黎的贪图名利行为 和巴黎对自己的虐待 公诸于众 并表示永远离开这里 巴黎气氛到极点 动手打了布林顿 在场的贵族们一片哗然 从那以后 贵族们变得刻意疏远巴黎 没有人愿意再和他交往 因为头衔的花费 林登堡的财务现在几乎崩溃 保险 贷款 债务的高墙已经耸入云端 巴黎唯一的希望 现在全部寄托在布莱恩身上 很难描述巴黎对布莱恩的期望有多高 布莱恩想要一匹马 一匹真正的马 巴黎对布莱恩的宠溺 向来是绝对满足 巴黎买了一匹真正的马 准备在布莱恩的生日送他 吃饭的时候 布莱恩问巴黎 是不是要送自己一匹马 他听说马场来了一匹马 正在训练 巴黎只得告诉布莱恩 等到生日那天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很乖的话 可以到农场去看马 第二天早上 兰特告诉巴黎 布莱恩不见了 一定是偷偷跑去马场了 巴黎在去马场的半路上 遇到了布莱恩 布莱恩偷偷骑马跑出来 没能控制好 从马背上重重摔下来 伤势严重 医生告诉巴黎 布莱恩最多只能活两天 布莱恩死后 巴黎依靠酒精麻醉自己 母亲整夜地守着 许多夜晚 巴黎并不知道 是谁在照顾自己 夫人现在完全沉浸在宗教中 到了狂热 和失去理智的地步 巴黎的母亲 掌管着林东堡的财物 开除了兰特 而失去了兰特的夫人 则想要通过服毒自杀 解脱自己 不过并未成功 因为她服用的毒药伎量太少 林东堡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某人不得不出手干预了 布林顿提出要和巴黎决斗 通过志同满决定谁先开枪 布林顿猜对了 取得了先发权 但是遗憾的是 枪走火了 自己失去了这个机会 等到巴黎开枪的时候 布林顿由于小时候 受到巴黎的管教 心理上对巴黎的恐惧 一直伴随自己 紧张到吐 巴黎没能对布林顿开枪 而是射向了地面 巴黎以为布林顿会这样结束 但是依据规则 下面是布林顿开枪 布林顿没有手软 向巴黎开枪 但是手抖了 没能杀死巴黎 只打中了巴黎的小腿 医生告诉巴黎 这一枪打中了动脉 我必须要切掉你的小腿 才能帮助直学 换句话说 用小腿换一条命 布林顿把巴黎和巴黎的母亲 赶出了林东堡 提出一年五百基尼的年纪 对巴黎终生奉扬 条件是永远离开英格兰 永远不再回来 巴黎的债务问题 也让他没办法继续留在这里 巴黎接受了布林顿的建议 和母亲一起离开英格兰 回到老家去养伤 听说后来巴黎去了国外 我们无法追踪他之后的生活 但是似乎重操旧业当起了赌徒 只是没有之前那么成功 巴黎再也没有见过林顿夫人 林顿夫人在给巴黎的 供养年纪上签字的时候 弄了一会儿 不知道脑海里飘起的回忆 是关于巴黎 还是关于布莱恩 维巴 这部电影的每一帧 截取下来 装上画框 都能挂到美术 爱情 战争 名利 堕落 没有来处 没有去处 没有归途 随波逐流 精致利己 见风就钻 聪明是上帝给聪明人的诅咒 愚钝是上帝给笨蛋的佛神福 巴黎的经历 还深刻揭示了一个真相 那就是为什么 很多贪官年轻的时候都很轻 而且大部分出身贫寒 舒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 有这么一段话 贫情家庭出生的女性 通常比给丈夫家庭 带来丰厚嫁妆的富裕女性 有工作的需求 富裕家庭出生的女性 比贫情女性 有更渴望和寄宠保护财产的欲望 莎士比亚在轰利武士剧本的第三幕 有一句台词 乞丐一旦跨上坐骑 就非得把马刨死为止 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 贫情家庭出生的女性 会问男方要一大笔财力 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 女方的家庭越是贫情 要的越多 而且这不是结束 这是开始 接下来逢年过节 还非让男方家庭 送很多贵重的礼品 女方家庭的事物 都会想方设法 转嫁到男方家庭 虽然出身贫寒 但是这里女性的要求 却丝毫不会解枝 大手大脚地花钱 极尽所能地享受 给单身的同学们 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门当户对 一点都不俗气 相反 挺重要的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